來 觀察台北市的南京西路 有這台是落一塊這麼大塊 前幾天是冠軍火炎 想不到說今天的環點又落下去 台北市政府現在有去現場去看 有哪有表示說有哪會對附近的 站立來進行這個上官的鑑識 有哪有確定說 這次是有水管怕順受引起的 有哪會來香港 因為這個自來公司 也是遭到這次影響 傳染老水 這次水水是先沾對附近 掌停共水 臨時以來社會共水站 給民眾使用 如果這裡不好的電話 下路又更閉起 台北市 台東區南京西路 我幾個家去哭哭了 才不會發生放落的情形 經過修理後 切雜頭早上 所以又又放棄 而且環圍又更加大 台北市幹部局現場 附近附近附近的污水公 涉及淡水河 因為凋涉地出地下水水 為三行變化 附近的環境變大 市政府今晚再去去現場 市場的時候共調說 目前最重要的 是將對車路放落附近 負協作全面的鋼車 再來是西聯法路 到環圖北路 這一段的路先放起來 附近附近公佈 頂端的關頭 讓民眾這次了解 風路相關的組織 比較保證會受到影響 希望在三天至四天內 把他整個開始 這個地質的改良 然後把他整個完成 讓他恢復通策 因為自來水公山 受到車路放落的影響 突起流水 北水廚也已經很熟 把附近的水公的水都禁起來 以後要用途 總共一百公佈 會沾添重水 北水廚再去高點開始 在南京西路 三百公佈到三百二五公佈 已經設定飲食用水沾 台北市土部結構技術 也有去現場 安全撤除土器的疫情系統 來以後附近組合的安全 記者 總合佈到